安养机构员工一如往常 照顾长者推到门口晒太阳 但事实上前一天才传出 有长辈接种疫苗后不幸死亡 他12岁的长者死亡 这位长者他本身是有糖尿病 以及失智 失打后情况一直都 状况都很好 这名82岁长期住在 内普安养机构的阿嬷 16号接受医师进驻 打疫苗隔天体温也正常 却在10点开始有弹音 呼吸急促 照护人员给他抽弹休息后 中午下午都能正常吃饭喝水 没想到却在下午3点多被发现 头往后仰 抠土白沫 紧急CPR依旧到院前死亡 试者阿嬷死因是否跟打AZ疫苗有关 只能等相厌离青 15号晚间66岁盘养男子的家人 被通知到派出所做笔录 因为死者接种后当晚人就走了 失打后并无异样 但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 就被发现失去生命迹象 66岁男子这两年都住在护理之家 在第一天就接种 4小时后却被发现 躺在床上没了呼吸心跳 由于他申请有不少慢性病 尽管法医出判死因跟疾病较相关 但屏东开打后已经累计两死 估计也会让第二波要接种的长辈 内心毛毛的 记者张初华屏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s